大家好我是Tim 我們今天來試著打New World的國戰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他就叫做War 好那我已經報名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在 進攻前的準備階段還有40幾秒大家可以看到 那應該會很lag 因為是50打50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報名 他這個機制很奇怪 他是你報名了他有排一個工程的時間 你要報名了有選上 選在隊伍裡 就是發起攻擊的人呢有把你選到隊伍裡 然後這同一時間 開打的時候你要在線上 受到邀請才能夠打 所以他的國戰不是你隨時想打就打 他這邊有排成的 就是我上次有報名 可是我時間太晚了幾分鐘沒上 那這次有趕上 然後我也不知道打了會有什麼獎勵喔 我們就來打體驗看看 那我相信一定會很lag 一定會非常lag 那我也不管 我就是留個一個紀錄而已 他媽的門又沒開 能不能擠在這邊 要按1才能出去 喔 好 好 我本來一開打就增速只剩20級 哇塞 都看不出來到底在打什麼 喔喔喔喔喔 怎麼吃到吃到死了 怎麼沒有人來活我 怎麼沒有人來活我 好 因為大門都在打 靠 重生也要獨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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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啊 以我的爛聘項來射得到人 大家怎麼都跑了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好感動喔 上一次玩這種大型的是打魔獸奧山 900多應該是工程砲打的 對 工程砲 他媽的一副火就被那個砲打 等一下 應該 果然是沒有扣那一九度的 其實我們中間那個點有強壓下來 好 天啊 噢Shit 又是那個砲 他轟一發 那個砲轟到四發我就死了 好吧 放棄了 我好像一發都沒中了 我被回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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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一直在射我這麼危險 我會不會有任何人在射我 對面人殺不完 我剛剛有買一個戰爭器具 欸我是不是圍到一個 厚厚厚厚厚厚屍 挑不去 對不對 救我 鴿 救死 救我 X我怎麼死了 啊又是被這個砲 嗯 欸我們 我們什麼時候把上面點搶下來的 這傢伙好有一個震動集息了 幹我們已經有一個49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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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咲 我也射掉100多支劍 好 怎麼人為什麼這麼少 無法化 無法化 啊 我看 哇他這個工程機砲比上國選手Online還要不平衡啊 根本就是誰先架槍把子彈掃完就那個了 跟早期的戰槌Online的工程砲有的比 又來了 什麼Fentavoy靠腰 分打男孩是吧 我被分打男孩給擊殺了 真是狗欸 拿著那個格林槍就這樣對著重生點在那邊掃 狗 欸我沒偷抽可能有200桌那我應該再買一些 對呀 又在掃射我 就行 我來不認識他 有 對呀 會不會如果被打在那邊, 在那邊 他的磁肉在哪裡 完全看不到他的reload在哪裡 喔我看到旁邊那一角 哇哇哇哇哇這麼爽 No ammo 好了 我去撤壁 又沒有NAMO 1 最後一發 最後一發 好 嗯,我再去買點彈藥回來灑 剩9分鐘,這11點倒下來應該是,我看是很難 把他丟到爽了 薄圍曾經創放大火 новые風景但我擁に見える 能量的雷 arkadaş天啊 火炎っていう風景都會暴躍 火炎也是,我會看到它 火炎力會很大 火炎防火炎我會遇到火炎 火炎火炎破壞 誰在那邊一直駒我 誰在那邊 這個被拆毀很快喔 兇猛的媽的敵人 什麼孔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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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哇哇太多人了 哇真難打欸秒都秒不掉 我是比較好奇打完之後會給什麼獎勵啊 嗯? 啊? 好 那個好像沒有配什麼很熱血的音樂或什麼 但還是有點可惜啊 靠 為什麼都沒中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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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家搶走 他們好有組織喔 最貴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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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我們前排有坦住耶 可是感覺好像火力跟不上 可是感覺好像火力跟不上 看一下賺了什麼東西 Action Token 喔 5000多經驗值啊 好像也沒多少啊 加 聲望 1000 Token 400多塊 400多塊還不錯啊 這遊戲錢好像沒那麼好 沒有那個感覺沒那麼好賺 然後水銀加350 還可以啊 Spoil Level 36 Spoil Level 36 Stand out player 我才4000多分耶 62名 總共 100人 這個應該總排名吧 單邊只有50個 說總排名 連 連中半端都沒到 哇 太慘 好吧 Continue好 好 結束了 就出來回到原地 哎呀 他這個要是搞得可以跟那個 像魔獸一樣 隨排隨打多好 還是說50等的那個 50 VS50 就是這樣的機制 那個好像要到 陣營的軍官那邊去 好像才能接啊 好啦 不管怎麼說 畢竟是大型多人為歐 還是蠻感動的啦 已經很久了 像魔獸最近 十四戰場都已經 根本就排不到了 早就已經放棄魔獸了 然後上五卷之後 Online 我也 他 他就是他 我在他轉到Steam之前 我就沒玩 因為那個時候還是包月 後來我就退訂了 然後 最近 我相信 玩這種大型多人的 好像就只有 心意大戰 也算射擊遊戲FPS 跟這個MMO還是有差嗎 還是蠻感動的 雖然說 畫面之類的 我相信我玩起來 增速大概只有20 我相信錄的應該是 錄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更差 搞不好的增速只有10幾 但沒關係啦 我只是做個 紀錄啦 算是 打 打第一次的國戰 然後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跟其他遊戲 玩起來差不多 就是 其實靠人的傷害是有限的 我覺得大家都是在搞 那個工程器械 因為他看那個總傷害排名 我相信 他不可能又靠 純技能的傷害 我要打 我打28萬 我的排名 都才60幾 我不相信大家都是 靠自己的技能 可以打到那麼痛 我覺得應該都是靠 工程器械 不然剩下就是靠補師 補血 賺那個助攻 或什麼的 這感覺就跟以前 戰錘 對啦 我最近還有玩戰錘 我差點忘了 戰錘師服 我必須來講 我覺得戰錘的機制 他一開始設計就是要打陣營戰的 還是設計的比較完整 你要排劇情戰 你要打國戰 地圖上的工程啊 或什麼的 我覺得還是 他這邊好像有一點 為了平衡 因為怕人數不平衡 所以他用這種排的 排這個戰場 有點這種side up 而且我排是要跑到這個 這個 剛剛是在那個 Monarch Bluff的 應該是 剛打的應該是這一場 你要現場去 這個settlement 那邊的 wallball那邊排 才可以排 不是說你就是 搶著 直接 右邊一個選單 塞印就好了 他要現場去排 我覺得這個是 提供了一點臨場感 但真的是蠻不方便的 我不曉得要怎麼評論這個 這個機制 就是你真的要打 他這邊假設有排定的wall 你要wallball 可以來這邊報名 你一定要現場這wallball才能報 不是說在你的 現有的城去報 報說你要哪一場 就是這邊的這場 就是要來這邊的來報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我只能說 有點真實 有點臨場感 但是又有 非常不方便 因為你變得說你要快速 旅行來旅行去 也許官方就是想靠這樣去 把你的那個 Azors 給耗掉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然後也算是像 現在不是三個陣營嗎 其實人少的那一方 另外一個陣營是可以去報名的 所以他不會有像 上午卷頭online 就是一定會有一方是被壓著打 雖然地圖上 大家一開始在搶資源是輸了 但其實人數上 他其實弱勢的那一方是 另外一個聯盟 是人可以進去補位的 幫忙打 是一個傭兵的概念 所以也還不會到缺人 然後因為這個遊戲也不是包月字 他就是買斷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有空上來玩一玩 說不定未來就是 大家滿等之後就是有戰場 有war的時候 時間到大家才上來來搶 之類的這樣 不過他看起來他排這個時間 好像不會說全部 全部卡在 他好像時間是錯開來的 就是系統會幫你排 所以他這邊就是變得很 很按部就班的一個打法 然後人數他也 利用機制讓弱勢的那一方 有兩個陣營可以去報名 來想辦法去平衡 所以就 好像要人事碾壓 一開始土地沒搶到 後面要靠人數碾壓 好像也很難 就只是你可以一直去做 敵對陣營的可以去做那個 PVP Quest 然後一直去把它弄成Conflict 然後一直宣戰一直宣戰這樣 只是真的要打下來 好像還是有難度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New World的這個 Wall的 夥戰的一個 的影片 就 大家 太Lag的話就 就無所謂啦 就只是看一個 看一個流程 看到底他 他這個Wall到底在打什麼 然後還是建議大家等級要高 我感覺他挑人的 那些工會 發起 Declade War的那些工會會長 感覺挑人沒有什麼條件 就是看你等級高不高而已 我感覺啦 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New World影片啦 那就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